除了前面这几个 请各位注意一下 今天的作业就是把前面反正有空的地方 就把它自己完成 如果你要再多练习也没关系 你就反正多练习其他的 你也可以在旁边自己再延伸 那Trim的部分这一题 主要我是建议你干脆把D 只留下3跟4好了 这个是中文这个是英文 那底下这个Sony、HiNet、远传这个 把它删掉好了 就5、6、7把它删掉 我们留下3跟4就好了 这样比较清楚 那其实这个地方主要就是因为 如果你用Trim的话 比如说结果你用Trim Trim的话这个函数是去除多余的空白 意思就是说如果里面有空白 它会帮我拿掉 所以我假设Trim 里面的话你找到这个函数 然后你把文字给它之后的话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这个中文部分 字跟字中间理论上 应该是不能有空白的 可是因为Trim它是for英文的 所以它会把中文字跟字中间还保留空白 所以以这个函数来看 它基本上没有办法for中文使用 所以我们应该再想想看有没有哪个函数 可以真的帮我把所有空白拿掉 所以如果我用Trim这个地方不OK 那请你再到C3这个储存个点一下 插入一个函数 那如果你想要找一个函数 它可以自动帮你把所有的空白都清掉的话 应该用哪个函数呢 其实这么多啦 其实 当然理论上最好以前的学习方法 就是每一个每一个 你都要先把它记一下 然后知道哪个函数可以做什么用途 哪个函数可以做什么用途 里面有四百多个 你就要每一个都要聚系迷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可以问C3B C3B可能会推荐你 请帮我推荐也没有一个什么样函数 可以自动帮我把空白去除掉的 它会告诉你 好啦 那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你们自己可以试试看 理论上它会 至少它会推荐一个 叫做subtitude的这个 OK 那这个subtitude的话 它其实 底下有相关说明 它是将字串 就是文字当中 从部分的字串 以新字串取代 那白话意思是取代的 就是那所以我们怎么办 把空白用什么取代 用清除取代 这样就OK的 那参数部分有几个 E 好像这个旧的嘛 New的 应该三个 确定好了 它就跳出来 有四个问题 那这四个问题应该填什么 第一个Test 请你填这个中华民国 这个是A3儲存格 因为它里面有这么多空白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你的old test是什么呢 各位注意 如果空白的话 记得 你要 因为它还是个字 文字嘛 所以一定一些双引号 空白在后双引号 记得把空白放在前后双引号里面 OK 表示说我要把空白 那你要做什么 我要清除掉 New test就是清除 那清除要怎么叙述 特别是以后如果要清除的话 就是两个双引号 中间如果没有任何东西的话 在Excel 或者在VBA里面 就表示清除的意思 那清除指的是清除文字 OK 所以这个叙述是把这一串文字 里面如果有空白的部分 就帮我把它清除掉 那最后一个参数是Instant number 指的是从哪个字开始 帮你做清除动作 如果你不给任何资料的话 它就从头啦 所以就不要好了 OK 就从头就对了 OK 那如果你假设要从中间 你就给哪个字开始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空白 得到的结果对不对 看一下结果 看一下结果呢 应该是没错啦 它本来有一堆空白 看到结果是完全没有空白 那没错 没错 按确定就OK了 所以按确定 好 那把它向下填满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用Trim不行 这个用Substitute 反而刚好英文的不行 有没有 所以理论上 我们应该会是希望中文跟英文 都可以的话 那应该还要再多做一件事 就是如果它是中文 那我就用Substitute 如果它是英文 那我就用Trim 有没有 那可是怎么办 所以如果 所以你说如果 刚刚有讲过嘛 就一辅 那条件是什么呢 如何判断中文还英文 所以如何判断中文还英文 那就要第三个 哇 所以今天应该这个还 已经比前面更复杂 因为会需要用到四个函数 那如何判断中文还英文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函数 叫做 那你也可以问Charge Peter 没那么多时间你自己 我控制一下去 会用到一个叫Core Core的话呢 其实它就会自动帮你把 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自动去帮你判断 它到底是在内码的什么位置 那内码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以前 你们如果学过最早那个计算机概论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不好 应该如果 应该有学过叫ASCII Code吧 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啦 反正叫内码 那最刚开始美国设计电脑的时候 它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多国语系 大概顶多就是数字 英文跟符号还有控制码 所以它就预留128个空间 它的位置刚好0开始 所以0到127就放这些东西 数字 那英文可能有大写跟小写嘛 然后它有符号等等的 如果你们要查 你Google查ASCII Code ASCII 然后它会有那个列表 不过那个不重要 那我们怎么判断才是比较重要 也就是说如果我用Core对不对 那假如我给它储存格位置的时候 你会发现如果它是英文的话 应该它会小于127 为什么 因为它一定是在我刚刚讲0到127的位置里面 可是如果不是的话 那应该是大于127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我用Core这个函数 给它中文的话 得到的结果就会4万2千多 4万2千140 不管那个 那如果英文的话呢 那只会是73 73其实刚好就是这个大写I在内码的位置 OK 好 所以利用Core我怎么判断 所以最后的话 当然如果你要完整一个就是用一符 把这三个全部串在一起 就会是我们要的答案了 所以应该怎么下 if Core 假设是小于127的话 应该是小于128 小于127就会127就不包含 因为127它也是英文或者数字这个范围 我们这小于128的话 那我就用twin 反之的话呢 那我就用subtitude 那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我刚刚用了三个 一个是twin 那一个是subtitude 一个是core OK 那最后我是希望把这三个呢 合而为一 所以呢 这个可能做完 请你把它 delete掉吗 还是说你干脆直接这边再插入一个 或者直接把它移过去 我看这样移过去它会被乱掉 然后不行它不能移过去 可以耶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再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 那结合在一起怎么做 第一个 一样插入逻辑 逻辑的部分用if 然后呢 这三个怎么做 你想想看好了 OK 声音乐 声音乐